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 现在已经至少扩散到中国的14个省市 疫情源头武汉市被批评掩盖真相 令SARS悲剧重演 有来自武汉第一线防护人员的爆料指 迹象显示 这波疫情的规模甚至可能超过SARS 直到1月18日 在中国周边国家都出现疑似甚至确诊病例后 武汉卫健委通报的确诊病例数还徘徊在40余宗 仅做个位数增长 网友曾经讥讽说 新型冠状病毒显然是火线入党了 否则怎么会只出国 却不在国内武汉周边城市扩散 话音未落 疫情就发展到只包不住火的程度 到1月22日凌晨 官方承认的确诊病例已经增加至324宗 死亡6宗14个省市沦陷 有在武汉读书的网友与微博批评说 去年12月30日就听说了这个事 后来官方辟谣描述的云淡风轻 以为只是虚惊一场 一直到十几号都没有再听见什么可靠消息 以为过去了 结果现在成了这个局面 真的但凡早些通报 也不一定成这样 在中共无法管控的海外社交平台上 有更多消息流传 其中有自称来自武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于推特冒死爆料指 由于官方有意降调 而且耽搁了20余天 这波疫情的严重程度 要超过目前人们心中所想 由于病毒潜伏期长 且在潜伏期内可能没有明显症状 因此更难防治 感染规模可能超越2003年的SARS疫情 这则消息未能证实真伪 其中有关钟南山建议封城一项 与钟南山在央视的采访中表示 一般民众没有特殊情况 不要去武汉是一致的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 之后也对媒体说 我们希望人群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 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这些来自专家的意见 都显示武汉疫情扩散的严重程度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高占成 接受媒体采访时指 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平均约7天 短则2-3天 长则10-12天 通常病患易出现发烧 干咳 呼吸衰竭 休克等症状 他说 并非全部病例初期都会高烧 部分病患只是轻微发热 大部分病患都有干咳 但咳出浓痰的状况比较少 病患在出现发烧和干咳后3-5天 会开始气短 胸闷 有些病患在活动后 症状变得更加严重 出现呼吸衰竭 休克等症状 他呼吁 如果发现自己已经发烧 且有干咳等症状 需尽快就医 因为这些都非常可能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初期症状 早前 网上有疑似来自医护人员的消息指 患者症状可能突然转为严重 这也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与普通流感肺炎的区别 以上新闻 由欧洲希望之声记者郑平报道